人生百态 娱乐开怀 欢迎收看谭笑余生 说到豪奢 除了那些所谓的顶级富豪之外 最先想到的就是王室了 其中 迪拜王室或许是很多人心中最豪气的 不仅拥有遍地走的跑车 而且还有着世界上最豪华的星级酒店 帆船酒店 然而 这些在文莱王室的面前完全不值一提 文莱国王曾是比尔盖茨之前的世界首富 据悉 他总领的文莱王室每小时进账百万 王室成员更是灰金如土 文莱全称为文莱达鲁萨兰国 位于加里曼丹岛北部 北宾南中国海 东南西三面与马来西亚的沙捞越州接壤 并被沙捞越州的林梦分割为不相连的东西两部分 总面积为5765平方公里 人口45.95万 这个与普通县城差不多大的国家 因为国土于领海内发现了丰富的石油与天然气资源 瞬间爆富 人均GDP达到了31628美元 远超世界绝大部分国家 文莱国王被称为苏丹拥有行政与宗教双重大权 现任文莱苏丹哈吉哈桑纳尔·博尔基亚 兼任了首相 国防部长 财政与经济部长及外交部长 将军事 经济 外交等国家军政大权一手掌握 在文莱这样伪装成国家的油气公司里 有权自然有才 权力的高度集中导致了国家财富大量流向王室手中 据外界估算 文莱王室的资产在200亿美金上下 但因为其不需要像英国王室那般向外界公布自身的收入与花费 所以真实数据根本无人知晓 不过从文莱王室奢米的生活作风上就不难看出 作用丰富地下黑金的他们 手中的资产总额绝对是一个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 在哈桑纳尔的车库中停车7000多辆豪车 其中包括604辆劳斯莱斯、574辆奔驰、452辆法拉利、382辆宾利、209辆宝马、134辆科尼赛格、11辆阿斯顿马丁以及1辆SSC 总价值超过90亿美金 除了把上百万的豪车当玩具手办收藏外 哈桑纳尔还拥有一支由20多架私人飞机组成的豪华机队 机队里不只有通航直升机、弯流G500这种常见的私人飞机 还有一般在商业航线里才出现的波音737和波音747 其中最大的一架波音747-430是哈桑纳尔以至少1亿美元的价格购得 随后他又花费了超过1.2亿美元的额外资金来装修这个大玩具 黄金、水晶、钻石等贵重物品 如同普通人家里的廉价墙子一般被用在了扶手、脸盆、甚至是马桶上 单纯的金碧辉煌已经不足以来形容这架飞机的豪华 这座飞行的黄金宫殿简直是童话中的梦幻城堡 说完天上飞的和地上跑的 有钱任性的温来王室自然不会放过在海中驰骋享受的机会 除了苏丹哈桑纳尔本人拥有一艘大型游艇之外 他的儿子、弟弟等王室成员都拥有数量不等的私人游艇 总价值超过10亿美元 而文莱苏丹的居住地努洛伊曼皇宫是世界上尚在使用的最大王室住宅 建筑面积占地120万平方米 是英国白金汉宫的四倍 内部拥有1788个房间 供苏丹一家20几口人居住 努洛伊曼皇宫是文莱最庄严和至高无上的地方 一年之中只有国庆日当天和开斋节三天假期才会对民众部分开放 文莱是一个伊斯兰国家 该国的民众大多信奉伊斯兰教 王室也不例外 因此 这座庞大的宫殿整体风格具有浓厚的伊斯兰气息 在努洛伊曼皇宫外围行走 处处可见精致的原始屋顶 皇宫外部多贴着洁白无瑕的瓷砖 看上去神圣无比 皇宫内部的各种装饰更是极尽奢华 在这里几乎所有的装饰都采用镶金设计 就连马桶和水龙头都贴着一层金箔 更别提苏丹王那座花了50公斤黄金制成的宝顶了 每当傍晚时刻 金黄色的宫顶和皇宫河畔 都是游客取景拍摄的好地点 哈桑纳尔喜欢赛马 从世界各地搜罗了不少名马 为了怕这些马感冒生病 还给每间马就装了空调 除了这座超豪华供电之外 文莱王室还在伦敦 巴黎 纽约等地购买了数百栋房产 仅在伦敦一地拥有的不动产价值就已经超过了13亿美金 还在澳大利亚买了一块地 而这块地的面积比文莱还大三倍 除了这些大件 皇冠与权杖如今已经成为大部分国家王室权力的象征 皇冠一般都是由黄金 珠宝 钻石等稀有物品铸造而成 不过 即使是资产雄厚的各国王室 像皇冠这样动辄数千万甚至上亿美元的贵重物品也不会置办太多 但在文莱王室 价值连城的皇冠硬生生被当成了普通帽子来对待 王后 王妃 公主 以及其他王室成员 几乎每个人都拥有极顶 璀璨夺目的皇冠 外界对文莱王室大部分珠宝的出处置之甚少 但依然可以从照片里欣赏他们的光芒 文莱国王一共娶了三个妻子 目前除了大老婆外 另外两个老婆都已经与国王离异 三老婆在与国王离异后还重新找到了真爱 结婚生子 大老婆萨利哈拥有最多的珠宝 一点都不逊英国女王 文莱王室女性佩戴王冠的方式比较独特 一般先用头巾把头发包起来 然后再在头巾上固定王冠 很多人比较好奇 文莱王室女性是如何固定王冠的 因为从头巾表面看不到固定王冠的发夹 有人认为文莱王室女性佩戴王冠时戴了双层头巾 她们先戴一层头巾包裹头发 接着戴上王冠并用发夹固定 最后再在王冠后面覆盖一层头巾 遮住固定发夹的地方 文莱王室女性也并不是都得戴了头巾后再戴王冠 也可以不佩戴头巾 王后萨利哈非常慷慨 她经常将自己的王冠借给儿媳 女儿 侄媳妇 侄女们佩戴 她的王冠体积大 造型特别夸张 镶嵌的宝石也大颗又闪耀 每一顶都足以与欧洲各王室最奢华的王冠匹敌 瑞典西尔维亚王后佩戴的布拉甘萨大花冠是瑞典王室最重要 也是最大的收藏品之一 跟卢森堡的帝国王冠以及荷兰王室的斯图亚特王冠一起 是欧洲王室三个最大的女性冠面 然而 这顶巨大的王冠在文莱王后的彩色钻石王冠面前却相形见处 自1980年代以来 萨利哈王后就一直佩戴着那顶 室有大颗彩色钻石的盛大头饰 有次 荷兰王后马克西玛佩戴着荷兰王室最奢华的斯图亚特王冠 出席英国王室的国宴 很多人当时对那顶巨大的王冠赞叹不已 谁知 文莱王后也有一顶足以与之匹敌的王冠 那顶室有大颗梨形钻石的头饰 跟上一顶彩钻王冠一样 都是80年代开始被萨利哈王后佩戴 比利时王室是欧洲不太富裕的王室 最贵重的女性王冠是九省王冠 特点是有11颗可移除的主钻 该王冠是比利时王后们在最盛大场合才会佩戴的压箱底头饰 而文莱王后的黄钻王冠 比比利时王室的九省王冠看着奢华不少 黄色钻石又称金钻 产量稀少 颜色鲜艳 价值也比普通白钻高出不少 不仅大老婆有派头 文莱国王之前二老婆的专属王冠 跟卢森堡王室的压箱底王冠 帝国王冠非常相似 只不过稍微小一些 而丹麦女王的珍珠类王冠 是丹麦王室第二贵重的王冠 跟文莱国王曾经的三老婆佩戴的王冠很相似 都有薄金制作的拱门 以及泪堤状的宝石装饰 只不过一个是珍珠 一个是梨形钻石 丹麦王室的王冠胜在了历史悠久 丹麦宝石的贵重程度是不及文莱王室的 瑞典王室的玛德林公主特别爱一顶钻石王冠 王冠由项链改造 有刘苏一样的钻石簇 可文莱公主的王冠 有一颗巨大的新型钻石 以及数百颗小钻石组成 比之奢华很多 西班牙王室最贵重的鸢尾王冠 跟文莱王室王楚飞的结婚王冠 有点相似 只不过西班牙王室的王冠 历史要悠久很多 而文莱王室的这顶王冠 则是王楚飞2004年结婚时收到的礼物 挪威王室最贵重的王冠是祖母绿王冠 王冠有配套的祖母绿项链 耳环以及胸针 全套佩戴特别奢华 萨利哈王后也拥有一顶 足以匹敌挪威祖母绿王冠的 祖母绿和钻石头饰 上面镶嵌了六颗巨大的祖母绿宝石 荷兰王室有名的麦兰瑞红宝石王冠 是荷兰王室众多王冠中比较重要的一顶 是王后或女王的专属王冠 然而不管是头饰的大小 还是镶嵌的宝石品质和数量 文莱的红宝石王冠首饰套件都远胜 除了皇冠之外 像项链、耳环、胸针、手镯等饰品 在王室的收藏室中早已经堆积如山 比珠宝奢侈品店里都多 在2004年的大王子婚礼上 文莱王室就生动地诠释了 什么叫毫无人性 闪亮的钻石皇冠 做工精致的手工礼服 满满的珠宝 甚至连新娘手里的捧花 都是纯金和钻石打造而成 这一身形头穿在身上 真的可以称得上是移动银行 文莱的主要经济来源是石油 然而根据统计显示 余量将会在20年之内耗尽 所以在20年之后 文莱王室将会发现 自己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 而那些已经习惯了挥霍无度的王室成员 迟早会面临坐池山空的一天 文莱没有旅游业 也没有农业 更没有可以稳固经济的工业 所以在人人羡慕的豪舍背后 隐藏的也是巨大的危机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想看更多内容 记得订阅点赞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